真没想到,岛国的护照居然还能被泰国给pass掉 这几天泰国移民局发文 泰国暂停了瓦努阿图护照在泰国的一切业务 不给续签,不做养老,不给精英签 不能开银行账户,不给学生签,不做DTV 经过了五六年的冲量 又经过了这么多世界出名的各行各业的精英参与 现在已经是臭名怨扬 所以要求越低门槛越低的,越要谨慎考虑 正因为什么人都能办得起 所以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在反向增长 在迪拜也有客户同样遇到此类问题的 不给开设,平常账户 那么变相就是不承认此类身份的 当然入境它还是可以的 所以它是挺合适,过渡的 至于说想应付当下最棘手的像什么CRS等问题 基本就不用考虑,唯有跳转的 为了方便出行的,可以考虑 否则它就有点鸡肋了 因为有些国家它还是免签的 搭配着原国护照可以实现一些国家 免签进出能够达到便利 或者用于注册分公司避税这一类的是可以的 点关注不明度